大家好 这节课我们学习一个关于怎么的句型 怎么这个词我们最开始学习它是疑问代词 表示问方式和方法的 比如说你每天怎么去学校 我每天走路去学校 每天坐公交车去学校 这是最开始学习它 然后我们又学习了一个固定的说法 不怎么样 表示不好不满意的意思 比如说这个电影好看吗 我觉得不怎么样 意思我觉得不好看 不好这样的意思 今天我们还是要学习一个关于怎么的句型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一起学习吧 它前面接否定词 没或者不 然后没怎么什么 不怎么什么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这个否定的意思 它是否定词没和不 它是否定 它有什么作用呢 减弱否定的程度 让这个程度和语气变得比较的委婉 相当于日语里的あまり 这样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 什么时候用没 什么时候用不呢 以前我们学过这个否定词 没就是否定过去的事情或者动作 過去のことのひでいです 比如说昨天我没去超市 这是没、没有、昨天的事情 用它来否定 不呢是否定现在的 或者是以后的 今のこと、未来のこと 或者是習慣、习惯的一种否定 这是两种否定词 这里面它的用法是一样的 没怎么后面是什么词呢 我们通过例句来看一下 第一个 前段时间工作太忙了 我没怎么给父母打电话 この間仕事は忙しかったです 我看后面的句子 我没怎么给父母打电话 如果把怎么去掉的话 这个句子变成了 我没给父母打电话 是完全否定 也就是说一次电话都没打的意思 したことはないです 电话したことはない 全然ありません 这样的意思 如果用没怎么 我没怎么给父母打电话 意思是打电话了 電話しました でも少ししました 比如说前段时间 三个月的时间 很忙 三个月的时间 我打电话了 一回だけ 或者是二回だけ電話しました 很少 打得不多 很少 少し電話しました 所以它是有这样的意思 我们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 他不怎么运动 他的一种习惯 生活的方式 不怎么运动 后面是动词 意思是什么呢 あまり運動しません 这样的意思 就是说 運動しますけど 少しだけ 比如说 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两次 很少 运动很少 少しだけ 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这两个句子 我们看一下 没怎么 后面给父母借词 借词 打电话 也就是借词在动词的前面 所以如果有借词的时候 那没怎么后面是借词 那他不怎么运动 是动词 也就是怎么的 后面也可以是动词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 这家店的面包不怎么好吃 如果说不好吃 全然美味しくないです 那不怎么好吃 あまり美味しくないです 那好吃是形容词 所以后面也可以是形容词 那不太好吃的意思 好 那今天呢 这节课我们就学习了 否定词加怎么 后面可以是形容词 可以是动词 也可以是借词 这样的一个句型 好 那这节课的内容 你明白了吗